去年底我们进行的澳财读者的问卷调查抽奖已经结束 我在这里代表我们全体的公司同仁 祝贺这一位手机尾号为5148的朋友 获得了我们价值1400澳元的纯金的兔年纪念金币 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在未来与您直接取得联系 也感谢所有参与这份问卷调查的朋友们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宝贵的意见和反馈 那么我们会根据这些意见和反馈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工作资料 为您提供更好的澳财内容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讨论一下 在上周由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贸易账的数据 根据公布的数据来看 澳洲在2022年11月贸易盈余达到了132亿澳元 这个结果比市场预期的100亿澳元高出了大概三分之一 也明显高于此前10月份的122亿澳元 那么数据公布之后显然会有一些正面的解读 澳元也出现了一个跳涨 对美元汇率涨到了0.69甚至接近0.7 涨幅达到百分之以上 这个数据虽然看起来是比较好 但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也暴露出了澳大利亚经济的一些问题 因此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数据到底应该怎么去仔细的解读 又可以从中看到澳大利亚经济在未来怎样的前景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澳财手续说 贸易账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贸易盈余情况的体现 是出口总额减去进口总额的一个差值 虽然这次澳大利亚公布的贸易账与前一个月相比是上涨的 但是引起贸易账增长的核心原因是进口的大幅下跌 导致差值变大 事实上整个的澳大利亚贸易账显示 在11月份无论出口和进口都是出现了下跌了 我们首先来看出口方面 由于全球能源价格在全年底开始回落 澳洲的煤炭和天然气这样的一些能源和燃料出口也受到影响 尤其天然气我们在很多分析中都提到了 液化天然气的储存是有明显上限的 这也意味着天然气的价格和出口量的增加也有天花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的数据 液化天然气无论在出口额还是出口量 跟10月份相比都有明显下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金属矿石和原材料金属的出口额都出现了大涨 但这里面有个拖后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铁矿石 因为去年11月铁矿石价格出现了急速下跌 在这张图中可以看到11月的价格甚至是2022年一整年的最低值 那么即使铁矿石出口量增加 还是无法改变当月出口额总数的降低 总体来说就是因为燃料和铁矿石出口额大跌 直接抹平了其他出口商品的涨幅 使得贸易账中商品出口的数据比10月份出现了1.1%的下降 如果说出口方面是洗油参半的话 进口数据是更让人担忧的 我们去看详细数据就会发现 所有门类的商品进口全部下跌 其中资本货物的跌幅尤其明显 自动数据和通信设备都下跌了20个百分点 资本货物通常是指用来生产而不是消费的进口的商品 而即使是临近圣诞假期的11月 消费品的进口额同样比10月还是要下跌 这都反映出我在这期节目里要指出的最重要问题 就是澳洲内需的明显下滑 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 还是一个长时间的通胀和央行快速加息 让企业深受了生产成本上升的这样的一种痛苦 同时也严重影响消费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医院 但是在这份贸易账数据里 有一个对未来的澳洲经济来说比较重要的亮点 就是浮野的出口 我们看到其中旅游业的出口激增8.5% 跟去年同期相比也同样有大幅增长 而目前服务业的出口量 尤其是旅游业与疫情前相比 还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旅游业收入的绝对重要来源是中国游客 而现在这一部分收入呢 在疫情发生之后几乎是为零的 随着中国的重新开放 在可见的未来呢 这部分的收入呢将会迅速增加 尤其呢最近有新闻呢显示 中国的很多航空公司开始重开了非澳大利亚 或者增加了非澳大利亚的航班 甚至呢有媒体报道 墨尔本的机场准备额外雇佣2000个员工 来迎接重新增加的中国航班 同时呢铁矿石价格在12月开始回涨 中国经济逐渐恢复也会加大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需求 所以未来金属矿物的出口额也有可能呢会重新出现上涨 那么综合以上两点 我们预测澳大利亚的商品和服务出口 在未来呢还会持续比较好的表现 而由于加息还没有结束 通胀也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 内需疲软的现状则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 因此商品进口也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度的上涨 所以在未来的贸易账的表面数字上可能会越来越好 但大家在关注未来的贸易账数据的时候呢 最好可以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分析的思路一样 去看一看具体细节的数据 把出口和进口呢分开考量 这才能对澳大利亚经济呢 有更全面和细致的了解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澳台首席说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呢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